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带着这样的疑问 我们今天请到了两位嘉宾 徐尚武 于逸 欢迎两位 那在听到两位嘉宾的观点之前 我们先来请出彭丽侠 就今天大盘的走势 做一个简短的梳理和介绍 来 好 今天是五一小长假 之前最后一个交易日 从明天开始 我们的小长假就正式地开启了 相信很多人都是身未动 新一远已经早早地规划好 自己假期的行程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 在2020年五一股市修市安排 5月1号也就是星期五 到5月5号星期二是修市 5月6号星期三起是照常开始 另外5月9日星期六为周末修市 我们的节目也将于5月6号 继续地陪伴大家 好 接下来我们简单来回顾一下 今天A股的走势情况 我们看到在早盘的时候 两市是放量上涨 午后横盘震荡 市场个股呈现普涨的状态 那么受昨天消息自己 以半导体和消费电子 以及特斯拉为代表的科技股 是集体反弹 引领市场上涨 市场人气逐步地活跃 情绪有明显的回暖迹象 那么截止到收盘 我们看到上证指数上涨了1.33% 深圳城指上涨1.97% 中小板指上涨2.33% 创业板指上涨1.92% 恒生指数上涨0.28% 我们再来看一下 今天的护身涨跌加数的情况 今天上涨加数达到了3159加 而下跌加数仅有567加 好 以上是给大家简单地回顾了一下 今天盘面的情况 至于说我们今天大盘当中哪些点 值得我们关注 操作上又应该如何的布局呢 来听听场内嘉宾是怎么来分析的 从前几天大盘的表现来看 大家都以为说 在最后一个交易日 多空双方都会是刀枪入库 马放南山的一个局面 盘面会呈现一个波澜不惊的状态来收官 但是没有想到大盘会一反常态 突然变得热闹和精彩起来 几大股指都是高开高走 放量往上进行了攻击 似乎完全没有顾及到 即将出现的小长假 可能会带来的影响 那么大盘的这样一种强劲的表现 到底应该怎么来解读 我们是否应该对5月份的行情 充满着期待呢 这个问题先来请教徐上午 好的 其实从今天的整个表现来看的话 我认为不应该用突然这个词语 因为从目前整个消息面来看 我认为消息利好因素是比较多的 那么整个市场的话 是充斥在这样一个消息面 偏利好的局面中 所以说产生了这样的一个 反弹的这样的一个情绪 而且从今天整个成交量的情况来看 我们其实能够感受到 整个追涨的情绪也并不是太高 那么上海市场的成交量的话 还不到2800亿 那么这个量的水平其实也预示着 其实还是有很多资金 仍然是在一个观望的状态当中 但是从整个方向发展的态势来看 我个人对于后市的整个表现 还是相对比较乐观 这其中的话主要包含两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的话 就是从政治方面来看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五月份 它实际上是一个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 一个政策大的一个比较多的一个月份 货币政策一块的话 可能将为财政政策去护航 预计的话整个五月份降准降息的概率 是比较大的 这是第一个市场有一个乐观的情绪 作为支撑 同时的话 从细道来看的话 目前隔夜率率 还有比较大的下行空间 这一块可能会为未来的降准降息 奠定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空间的基础 这是第一个 那么从第二个的话 从技术层面来看的话 我们能够感受到 实际上在整个四月份的过程中 一直是一个震荡的一个节奏 但是在震荡过程中 整个重心还是在稳步上行 这一块主要是两个因素 第一块的话 就是前期的超跌之后 会有一定的反弹动能 同时目前整个上证指数 还是保持在一个 箱体震荡的范围之内 那么这个箱体的顶部 我们认为应该是在2900点 到2950点附近 所以目前的话 在离这个空间的话 还有一定的空间 所以说各路之境的话 也在积极地去做一些 超跌反弹的这样的一个操作 而从周线来看的话 更为清晰就是 在2900点上翻压力还是比较大 所以说目前的话 我们还不能够定义为 是一个趋势的反转 只能够说是 在2900点下翻去做多的话 应该说没有太大的风险 那是不是其实从今天 那么强势的表现来看 意味着主力 其实也不是特别在乎 可能长假期间 可能外围消息面的干扰 是不是也意味着 主力一个比较 做多信心的一种体现 能这样去解读吗 我觉得是可以这样来解读 因为毕竟短期的 这个流动性 再次宽松的预期 还是比较强烈 同时的话 目前的话 那么整个市场 做多了这样的一个 翻向的话 仍然集中在前期的 一些强势品种 比如说像芯片 科技这一块 这也说明了 其实有些行业的 景气度仍然存在 所以说在这样的 一个过程的话 很多资金 它是选择了一些 抄底的动作 去选择前面跌幅比较大 弹性比较好的一些 行业去积极地 撬动这个多头氛围 那学长 也是明确地表达了 他的观点 提示大家 对5月份的行情 要充满着期待 刚才其实说的 更多说的是主板 其实今天 虽然我们看到 个股扑涨 但是来比较一下 创业版 其实走的是更为出色 来麻烦导播切一下 这是我现在切出来的 一个创业版的 一个周线的 一个走势 它已经是把 所有的均线 全部踩在了脚下 另外再来看 月线的这个形态 它也是表现得 非常非常的抢眼 那是不是意味着 如果5月份会有 大盘有一个 比较不错的 宽松环境的话 可能创业版 会走得更强一些 好的 我认为创业版的话 确实在未来的话 可能弹性更大 而且做多的 这样的一个 可能关注度 会更高 主要的原因的话 来自于几点 第一个的话 就是从前期的 整个表现来看 创业版很多评准的话 前期跌幅调整的 空间比较大 所以这一块的话 超级的反弹 动能会比较强 那么更深层次的原因 我们不得不回到 当前的整个政策环境 那么我们都知道 现在目前的话 我们一直在推行 积极的财政政策 但是伴随着 整个经济下行的压力 以及这个疫情的影响 整个财政收入的压力 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近期的话 我们听到管理层 仿佛者在强调 整个财政政策 要提高质量 增加效率 是这样的一个方向 那么这个方向 对创业版 到底有什么影响呢 其实影响很明显 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 可能国家的话 要更加有效率地 去利用有限的财政资金 去撬动更多的资源 那么通过这个角度来的话 肯定就会有两个方向了 一个方向的话 就是肯定要大力地 去鼓励资本市场的发展 而资本市场发展来看的话 我们确实能感受到 近期的政策非常多 包括这个从刚开始的 这个证券法的修订 再到最近的 整个创业版的 这个新规的出现 这一块都是希望 未来能够积极地利用 未来现有的 这样的一些资源 能够撬动更多的 这样一个资产质量 这是第一个 这一块的话呢 就落到了创业版 未来可能会有 加速的表现 因为它有一个 更多的并购的预期 整合的预期在其中 这是第一方面 那么从这方面延伸的话呢 我认为 还有第二个方向 大家可以去把握一下 就是除了这个 鼓励政策市场发展以外呢 PPP模式可能还会 卷土重来 这一块的话呢 可能会极大的去提高 我们财政政策的 这样的一个效率的体现 所以这一块的话呢 也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其实从今天 整个行业的表现来看 我们能够感受到 整个PPP 整个行业的话呢 它涨幅接近2% 其实远高于 整个大盘的 这样的一个上涨 那么而且呢 还有多加股票的话呢 是出现了涨停的局面 其实这也就说明了 很多资金可能一开始 已经先知先觉 开始布局相关的 一些受益品种 好 接下来 我再来请教一下鱼翼 其实今天盘面当中 大家看上去比较高兴的是 似乎过去熟悉的味道 又回来了 年前那一波科技加券商 这种双轮驱动的这种态势 在今天盘中 我们又重新看到了 人气回来了 而且我们来看一下K线图 今天一根阳线起来呢 也是突破了上方 这个2850的 这样一个平台位 整个局面 似乎有了一点点 反转的迹象和这种趋势 你认为说这种趋势 能透露出什么样的信号 另外我们知道 其实今天这两天 更多是一个存量资金 在里头运作的一个态势 随着五一假期之后 北上资金的重新的流入 有没有可能会助推大盘 加速上行 好的 首先还是摆明我的观点 我个人认为 对于短期大盘的走势 还是要谨慎 也就是说大盘 是不是能够在这个位置 向上突破 占上2900点的 这个向上突破 这个我觉得还需要观察 几个原因 我们可以注意到 北上资金一直是 我们关注外围市场 对于我们资金支持的 一个有利的观察点 由于今天的缺失 并不意味着 在截后的这样一个补位 会有异样的 这样一个冲击动作 因为它的持续性流入 才是我们关注的一个重点 或者说持续性的流出 那么从目前来看 市场在本周 实际上是在2750点 到2850点 一个宽幅震荡 实际上多空 双方是处在一个相互纠结 相互斗争的一个过程 而这个斗争的过程当中 始终它围绕的 还是大家一直在 这样一个炒作的 比如说像新基建 5G科技这种 还有像消费 医药 白酒这种 持续发酵 也就是说 存量资金实际上 它停留的这个板块 它还是在原来的这种 板块当中 不停地在发酵 我们叫炒线饭 那也就是说 在整个市场 在恢复信心的过程当中 确实我们今天 看到了一个亮点 就是刚才 曾刚才你也谈到了 中国石油 它没有拖后腿 今天反弹了 还有包括一些券商 银行 今天也出现了 不错的一个上涨 实际上对今天 大盘的贡献度 主要是靠他们 所以说从总体来看 市场人气的一个恢复 实际上还是要靠 权重板块的气吻 从今年以来 整个大盘蓝筹 估值是比较低的 但是却不断地 续创新低 以两油为代表 中国石油 中国石化 那么因此从这话来看 整体市场的 这样一个炒作的一种心态 还是基于那种 相对比较集中 或者说相对确定性 比较强的一些板块去运作 那么因此从这话来看 如果说像今天反弹的 核心刚才年 它的科技板块 实际上是在 从去年下半年 就开始持续炒作之后 最近四月份 有过一个充分的调整 那现在它是在 反弹的一个过程 那么因此从这块来看 能不能再度启动 一个新的行情 我觉得还需要观察 还需要观察 好 确实我们今天盘中 这种表现出来之后 予以依然认为 大家还是得居安思危 当然我们希望 大盘能走得更好 所以我们要从 更多的角度 来对大盘的 接下来的走势 做一些判断 刚才你也提到了 中国石油 其实今天 两桶油对大盘 确实还是有不少的贡献 为什么呢 因为在昨天晚上 一季爆出来之后 两油的成绩非常非常差 差到什么地方呢 两油亏损超过了 360亿元 差不多相对于 每天亏损要超过四个亿 但是今天它表现 非常稳健 来导播来歇一下 两油今天这个走势 我们看中国石油 还是平安之后 还是有一个小小的 往上上涨了一个多点 对大盘也共进了一个点 另外再来看 中国石化 确实都没拖后腿 而从它们股价表现来看 这是中国石油的 已经跌到了一个 相对来说 最低的比较低的位置 中国石油是更是厉害 已经从最高点 打一个九折了 从45现在到了4块3 有没有可能 它们已经是 接下来出现 脾气泰来 利空出尽的态势 它们只要稳定了 能不能成为大盘 往上的助推器 另外如果你也说了 如果希望大盘能够走好 我们一定要看到 什么样的信号 才能够真正的 放生的 开朗的 面对这个大盘 好的 那么我们谈到这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看权重 那也就是说 对于大盘能不能走强 首先是权重 你不要拖后腿 是吧 你不涨 你不要再跌 那我们首先来看中石油 中石油实际上 从今年的 元月六七号开始 就出现下跌 一直到现在的 这样一个跌破金资产 那实际上 它跟国际原油价格的走势 实际上是有呼应的 当时原油价格 在元月六七号的时候 是多少呢 是63美元一桶 跌到现在是17美元一桶 跌去了百分之 超过百分之七十 那么从它对应的股价 中国石油来看 是对应的 我并没有说 偏离这样一个 国际原油价格的走势 那我们现在就需要观察 如果原油价格在未来 有相当强的反弹的力度 那么对于相关的原油 包括中石油 中石化 中海油 对他们相应的股价 可能会有一定的刺激效应 那么会带动相应的 这样一个业绩的一个复苏 这是对应到权重板块的效应 我们再来讲大盘 另外一个信号就是成交量 如果权重板块不拖后腿 在没有大的利空的情况之下 我们还不谈 会不会原油价格大不反弹 是吧 你不拖后腿 可能现在就跌这个位置 要持续一段时间横盘的话 那这个时候 就需要其他板块冲上去 对 那我们其他板块 在不确定的情况之下 那就需要成交量 那我更认为 两次合计超过 7500亿规模的水平 合计的话 那对市场的人气 持续的赚钱效应 可能才是一个极客线 在你看来 对于我们来说 才有参与的价值 如果说我们去参与市场 没有赚钱效应 那我相信投资人 做了一两天之后 最终还是会考虑退出的 所以这才是有持续的这种 资金参与的热情的一个 最有利的一个指数 还有刚才你说的 像科技股 如果它能够持续表现 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 我们观察的信号 对 我们就讲热点持续 我们要谈到一个热点 是不是能够持续 它实际上是带动 一个行情的特征 一个标杆 如果说有了 这样一个旗帜之后 大家沿着这个旗帜 因为某一个板块 有持续赚钱效应 涨一天 涨两天 涨三天还会涨 那大家就会有新的预期 对这个行业的认知 对这个行业的预期 就会提升 那么相应的赚钱效应的带动 那么参与的资金 也会越来越多 好 那云义提示大家 咱们还不要过早的乐观 需要看到几个明确的信号 成交量两次 加起来超过7500亿 另外需要有持续的 这种热点的持续性 这样大阪才是一个 真正走好的 这样一个开端的开始 好 听完两位厂内嘉宾的分析之后 我们再来请到一位厂外嘉宾 听一听他的判断 听听他的看法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夏天 夏天你好 夏天 能听到我说话吗 夏天你好 今天应该来说 在四月份的收官之战 表现得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你认为说 这样的一种态势大判 还能不能够持续 接下来还会不会有 规律向上的这种可能性 你怎么来预判 好的 首先我们看到 这周的话 收了一个很长的下影线之后 接连拿下了2820和2850 这两个比较重要的压力位 那应该来讲 在这个位置的话 拿下2850之后 上方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压力 就落到了周线级别的 2920到2930 这样一个区间 所以我觉得这个区间 至少来讲是要去尝试一下的 另外从这个浪行上来讲 我们一直认为2646这一轮起来的反弹 是一个C4的反弹 那之前我们在担心 会不会还有一个C5的下跌 再去穿一次2646再起来 但是从这两天的走势上来讲 有可能在这个地方 五浪就不会出现了 可能2646就是这一轮调整的终点了 所以我们对后期是比较的乐观 加上盘面上来讲 我们看到今天这个科技股调整了非常长的时间之后 终于是重新起来 大家可以看这个5G通讯的指数和这个通讯设备的指数 都是底下的一个箱体横盘了很长时间之后的向上突破 包括券商也是基本上达到前提之后一个向上的突破 所以我们认为这一轮的调整基本上来讲是告一段落 这两个人气的板块科技和券商能起来的话 基本上已经确定是起来了 将带你的指数去挑战2930点的这样的一个压力 如果能继续表现 喂 夏天 好 幸好不是特别稳定 但是你的大盘观点我们比较清楚了 是不是意味着只要是券商和科技持续发力的话 还能往上走 那从操作角度 这两块是不是也是应该是我们关注的重中之重 对 我觉得来讲 首先科技当中 大家看到今天芯片和5G的表现是非常强眼的 他们调整了那么长时间之后 今天放量的起来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未来一轮上升行情的主力 好 谢谢夏天的判断 那刚才我们是听到了几位场内场外嘉宾 对于大盘的后世的一个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 天生我才五股风灯 接下来进入到苗董收盘 我们来关注到的第一个点 就是今天在盘面当中呈现出一片欢腾的科技股 今天大盘中的科技股 可以说是全面开花 集体上涨 涨幅居前的板块 基本上是以科技股为主的板块 像半导体 电子元器件 IT设备 软件 仪器仪表等 排在涨幅榜的前列 而之前受到消息冲击的科创版 更是表现亮眼 加 像户归产业 聚成股份是涨停了 很多个股不仅完全收复了之前的大幅下跌 一个上行的趋势不变的态势 像蓝企科技 安吉科技 还有安恒信息等都创出了近期的新高 整个板块当中 仅仅只有四只股票是呈现微跌的状态 我相信大家都还记得在前天的时候 这个科创版整体都呈现出一个 恐慌性杀跌时的悲观局面 今天有如此亮眼的表现 原因是什么 是否能够说明前天的震荡 是一次彻底的洗盘 科技股又将卷土重来 来一波新的上涨行情吗 关于这个问题 继续来听听厂内加编是如何来分析的 这个问题我来请教一下余毅 国民应该都记得在春节前 确实科技股走了一波 确实是如火如荼的行情 到了二月份 整个科技板块 应该来说创了一个历史阶段 一个新高 但之后就一路进行了调整 应该来说这一路调整就没有停歇过 但是从这周开始 偶尔我们能看到盘中会有一些 科技股的一些零星局部热点的 这样一些闪现 但是很难有持续性 像今天这种全面的开花 是一个多月以来第一次看到 那这种科技股的这种表现 到底是意味着 它有可能只是昙花一现 还是有可能这个板块的热点 会再度的出发 你怎么来判断 好的 首先我们要判定 就是科技板块 它的一个上涨逻辑 实际上是从去年下半年 就已经开始了 那科技板块的活跃呢 一个是对于今年的 就是2020年的今年的新基建 包括5G基站 人工智能的一些投入 同时也对于新的通讯系统的 一个上马之后 对于整个产业链的一个推动 我们具体来看一个例子 不作为推荐 我们会发现 这个像以惠顶科技为例 实际上从去年下半年开始 就已经步入到了一个上升通道 那么在近期来看的话 也是足迹公布相应的业绩 那么从在最近3月份 到4月份期间来看的话 是出现了一个 大幅度的一个调整 那么从今天盘口来看 也是随着整个盘面格局来看 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一个反弹 也就是说从整个行业上来看 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 一二月份累计的涨幅 是比较大的 那么它在回踩的过程当中 像这支个股是具有典型代表的 那么它在反弄的过程当中 也是来来回回 而这一次基本上也是在 在续创新低之后起来了一次 那也就是说在兑现完了业绩以后 出现了这种反弹来看 那么后续的这样一个动作 也需要配合一定成交量 包括业绩的一个表现 所以我更认为 科技不是说现在大家才意识 是很早就已经开始意识了 对 它的业绩的好坏 它的行业的发展 它的未来的预期 实际上都在前面的股价当中的高点 表现都来了 它是已经发酵过了 所以它并不是说我有更大的增长潜力 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预知 不是说未来还有更大的这样一个发展空间 而再来一波行情 这个区别是很大的 所以在近期的活跃度 我觉得更多 第一个是超跌 第二个是业绩的兑现 可能大家有些宣泄的这种利空 到了一个极点 它有一个反弹的一个动作 那么另外一个来看的话 现在确实要激活人气 没有其他的板块能够挑到大量 科技板块可能在这个时候动作 就像跟券商一样 它有人气的带动效应 所以在这个节前期间 它的活跃度可能更具有这种季节性 或者说更具有这种人气的需要 脉冲性你认为 可能我们现在只能把它当一个脉冲来看待 另外今天我们再来看一下科创版 来麻烦导播接一下 今天科创版的股票表现得非常非常强烈 很多只都处于涨幅市非常非常大 我们知道其实近期我们知道 随着这个创业版的这个改革出来之后 很多人认为说 是不是有没有可能 对科创版的挤压会非常厉害 但是从一季度很多 私募的这种持仓来看 他们是大量是进驻到了科创版当中 另外从最新的数据来看 有这个养老基金 也是对其中的很多这个科创版 进行了不断的增持 对这块的股票 你个人是一种什么样的看法 好的 我觉得科创版我们要一分而二去看 就像刚才主持人陈隆说的 就是实际上这些养老基金也好 这些私募基金也好 他们是有选择性的 目前来看的话 就是我们要看待一个市场 有没有机会 实际上跟他的供求关系 是有很大这样一个联系性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马上即将全面推出的 这个新三版 包括现在这个创业版 也推出了注册制 实际上跟目前的科创版的 竞争格局是形成了的 只是说门槛不一样而已 那么在这样一个竞争过程当中 我们要看待的是什么 就是供求关系 是有更多人去关注哪个板块 这是其一 其二就是看你的估值优势 从目前来看 在这样一个未来的 这个供求关系上 可能因为你的前期上市 和后续的流通 会打破这样一个相对平衡 那么你现在平均 适应率60倍的一个水平 和目前创业版 40倍左右的水平 这种贴水的一个状态 是不是能够维持 这个是需要我们去考量的 还需要观察 能够持续创出新高 被资金重点关注的一些品种 确实还是背后 有一些科技含量的技术公司 那么这些资金 才是我们关注的一个方向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 请出彭丽侠看看 今天盘中还有哪些现象 值得我们关注 我们关注到的第二个异动点 就是工业机械行业 那么在复工复产 全面推进的情况下 企业的正常的生产基因 也是全面地走上了正轨 那么对于工业机械设备的需求 也开始显现 资金似乎也开始关注到这一块了 我们来看三支个股的K线 三峰智能开盘是封死涨停 华昌达开盘不到5分钟涨停 浙江鼎力连续两天涨停 那么板块中涨停的个股 是达到了7家 工业机械指数 涨幅达到了3.57% 一举站上半年线 那么今天工业机械板块的上涨 是否能够说明 这个行业即将走上一个 景气周期呢 关于这个问题继续来请教一下 我们厂内嘉宾 对 从这个工业机械这个板块指数来看 长期处于一个横盘的状态 刚才也介绍了 他今天一举强势 站上了半年线 来请教一下薛尚武 这有没有可能是 发起一轮行情的信号 我认为要上升到景气周期 这个高度的话 我认为可能还有很遥远的距离 因为所谓的景气周期 可能是整个行业的景气度 要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变化 那么现在目前这波反弹 我们只能够把它定义为是 我们国家在大力的推进 这个复工复长 带来的一些乐观情绪的一种宣泄 而且呢 在这样的过程的话呢 我们不要忘记了 整个国家发展工业的一个 基本的这样的一个要求 就是优先的去发展高端装备制造 或者说是这个先进的制造业行业 所以未来的话呢 我认为所谓的工业机械这个行业呢 很可能会发生特别明显的分化 那么这一块的话呢 就是低端的一些制造业的话呢 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低的适应率 或者说存在 很难存在大的想象空间 所以反弹之后 可能还会持续地回落 这是第一个 但是同时的话呢 我们要提醒大家 就是以5G为代表的 还有包括像新能源汽车为代表的 甚至是像这个国产芯片为代表的 这样的一些高端装备制造产业 以及有国家政策扶持的发展行业 他们很可能成为未来工业机械 继续的领头人 好 那听完两位嘉宾 对今天盘中热点的分析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稍后休息 一会儿再来听听两位嘉宾 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 最新的财经方面的消息 财政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关于印发林业草原生态保护 恢复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通知明确 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 主要用于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 社会保险 天保工程政策性社会性支出 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 完善退更还林政策 进一新一轮的退更还林还草 草原生态修复治理 生态护林园 国家公园等方面 财政部 民航局 对民航中小机场 补贴管理暂行办法进行的修订 通知要求固定补贴 根据机场所属类别的 固定补贴标准确定 变动补贴 根据机场所属类别的 变动补贴标准 和年旅客吞吐量的计算确定 其中对年旅客吞吐量 首次超过200万人次的机场 在原有补贴的基础上 追加奖励50% 中国银行近日通知 因重要经济数据和事件发布前后 国际外汇市场波动明显加剧 流动性相应变差 依照国际惯例 中国银行可能在数据和事件 发布前后 对外汇保 双向外汇保产品 部分货币的点差 进行临时调整 4月30日 长江昆蓬生态创新中心接牌 武汉市与华为签订了 战略合作协议 根据协议 华为将在武汉成立长江昆蓬生态创新中心 加速武汉昆蓬计算产业的应用推广 打造昆蓬计算产业链 推动武汉高新技术企业 加入华为昆蓬生态体系 雄安站作为雄安新区设立以来 首个大型基础设施项目 今天伴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胶筑完成 金雄城界铁路 雄安站混凝土主体结构正式封顶 标志者雄安站全面转入装饰装修和机电安装阶段 4月30日 头条百科宣布上线测试版 头条百科相关负责人表示 头条百科希望打造出一个准确 全面 易读 丰富的中文百科 帮助每个用户可以更好地了解大千世界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学习 当前百科还处于上线测试阶段 好的 了解完了最新的财经方面的消息 又到了我们言报优选的节目时间了 节目中对内容感兴趣的朋友们 现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领取相关的资料 下面有请嘉宾苏兆博 每天五分钟看言报优选学机构思维 大家好 我是苏兆博 那在节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我们看到在指数回踩20日均线之后 在今天是出现一个反弹 当然行情反弹之后 机会我们该如何把握呢 通过复盘我们发现在涨幅排行榜前面 我们看到了像芯片半导体 5G以及卫星互联网 那这三个板块而言 像5G以及芯片半导体 在2019年均出现过大幅的上涨 相比之下 卫星互联网在2019年涨幅不大 一方面这个板块在前段时间 刚刚被纳入新基建 另一方面这个板块中的很多股票 依然是处于一个低股价低估值 从投资角度讲更具备投资价值 所以说在接下来的节目中 我们就跟大家来重点聊一聊 看好卫星互联网板块的投资逻辑 好 首先我们来看一组消息 在4月20号的时候 重磅会议首次明确新基建的范围 将卫星互联网首次纳入 同时科技巨头也已经开始纷纷入局 谷歌 亚马逊和Facebook都已经加入到这个领域 而卫星互联网市场空间巨大 产值有望突破4000亿元 同时为什么要建立卫星互联网 它的重要性是什么呢 卫星互联网是解决全球互联核心的基础设施 通过全球卫星互联网 可以产生千亿级的应用产值和运营价值 也可以做到大规模物联网通信支持 卫星互联网建设于2020年正式启动 而我国与美国成为第一梯队 那一方面我们看到在政策上有一个红利的支持 另一方面整个板块在2019年也没有经历过大幅的上涨 很多的股票依然处属于一个相对的低估值 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中 我们也是给大家梳理了这样一份卫星互联网龙头股布局名单 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领取 当然在这份名单中 我们也是通过了三个维度进行了筛选 首先选择了卫星互联网核心受益股26家 其次选择了机构给出买入评级的6家 再结合KDG指标发出金叉买入信号的三家 而这三家标的在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 卫星互联网龙头股布局名单中有一个详细的解读 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领取 当然这个板块我们认为将成为接下来市场中的最强风口 其最主要的一个逻辑是什么 就是因为它的资源的稀缺性 无论是通信卫星的频率资源 还是空天轨道资源都是稀缺的 如果等到其他国家的卫星都占领之后 我们再想发展想去追赶是无能为力的 因此中国作为航天和通信的大国 必定会加快发展卫星互联网 抢占战略级的轨道资源和频率资源 同时在机构方面 我们也看到天分证券给出的延报 在2021年或将出现22.5亿美元的卫星制造市场 同比增长可以达到332.7% 2021年至2027年或成为卫星制造的高景气阶段 不仅我们非常看好这个板块 包括市场中的机构 在这个板块也是展开了密集的调研 我们来了解一下卫星互联网的龙头A 公司作为中国小卫星龙头企业大股东 行间5月有200亿卫星通信设备空间 天分证券在近期给予了买入的评级 卫星互联网的龙头B 公司为中国通信运营商龙头企业 天分证券同样也是给予了买入的评级 卫星互联网的龙头C 公司为卫星互联网核心部件的龙头公司 是卫星互联网通信标准的核心制定者 安信证券也是给予了买入的评级 综上所述 在今天的节目中也是给大家梳理了这样一份 卫星互联网龙头股布局名单 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来领取这份卫星互联网龙头股布局名单 当然在这份名单中也是通过了三个维度进行了筛选 首先选择了卫星互联网核心受益股26家 其次选择了机构给予买入评级的6家 以及结合KTG指标发出金叉买入信号的三家 而这三家标的在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 卫星互联网龙头股布局名单中 有一个详细的解读 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来领取这份卫星互联网龙头股布局名单 好的 主持人 苏赵博认为卫星互联网首次被纳入新基建 行业将迎来一个快速的发展期 观众朋友们 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来领取卫星互联网龙头股布局 好 接下来和两位嘉宾聊一聊操作 昨天这个政治局常务会议题中又提到了 就是确定了要支持湖北省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揽子政策 要启动一大批重大的项目 那今天我们看到整个湖北地区的个股 也是应声而起来 导播来切一下 这是湖北板块的一些个股的表现 确实今天走得特别强 整体板块涨幅一度达到了3% 那其实基于什么呢 考虑到节前最后一天 可能很多资金还不敢放手做多的这种背景下 意味着这个板块会继续发力 确实也是留下了不少的空间 那这个问题来请教徐上午 那接下来湖北地区的这些上市公司 可能哪些特点或者类型的 接下来会跑得更远一些 好的 其实我认为 虽然这个政策的力度还是蛮强劲的 但是实际上的话 从今天整个旁边的表现来看 整个市场的响应的话 并没有市场预期的那么积极 那么这一块的话 能够体现出两个方面 当然这个可能考虑到是 节前的资金不敢做多有关系 节前因素有关 那么另一方面的话 我认为在当前整个市场环境下 那么去急准地去炒一些 区域概念的这个大力炒作 区域概念的可能性 还是比较低的 为什么 因为你在整个大的宏观经济背景下 那么整个区域的 整个经济的这个上升 其实它不会有更多的惊喜 我是这样认为 现在目前 先来考虑吧 正是由于经济下行压力大 所以说才有这么强力的政策 去支持它 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所以说未来的话 我们认为湖北板块 可能会有个明显的分化 因为受益于这个政策的 真正的实体上升公司 它一定是资产质量 比较好的上升公司 有些上升公司 本身资产质量就很差 即使政策再好 即使是再不交税 它未来还是一个付的收益 那你具体为我们罗列一下 在湖北地区的个股里头 我要寻找哪些特点 很有可能接下来 是有上升空间的 好的 那么基本面的情况的话 我们就不一一赘述了 那么我们通过案例的分析 来回答这个问题 比如说我们可以 从趋势的角度来判断 那么如果说像 以高德宏万为代表 或者说是以风口通行为代表 它本身它的整个日线 周线和月线趋势 本身就很强劲 这说明什么问题 说明本身它的资产质量 还是得到了资金的认可 至少是一些大的 基金的一些认可 所以说它的重心 才会在从趋势的角度 是一个赛型的角度 那么对于这类公司的话 我认为在调整之后 它很可能会成为 湖北撬动 未来整个经济增长的 还是一个主力品种 或者是一个领头羊的 一个状态 所以说这类品种 可能会真正的收益于 这个财政的一个政策 或者说是这个政策的 一个扶持 那么相反的话 一些中低价股 甚至一些低价股 今天的话也是出现了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上涨 但是这些低价股的话 它们可能只是一个 这个根风的炒作 或者是一个消息的刺激 往往这类一些低价股的话 就没有太强的持续性 关键是第一个要看业绩 第二个看技术形态 还是要从这两个角度来选择 行业方面有没有具体的方向 行业方面 还是我刚才所提到的 就是高端装备制造业 我们是首选 科技行业我们是首选 好 另外 我们再来看一个板块 就是券商信托板块 因为今天是券商 和科技的双轮驱动 其实券商这个板块 应该来说 我们看到前两天 创业版注册制改革之后 应该来说这个板块 应该来说是受益最明显的板块 但确实没有很强的表现 今天的这样的异动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来看 是不是受益于创业版的改革 接下来我们能不能对它 加以更多的关注 好的 其实我认为 其实整个券商板块 今年甚至是这两年的估值 我认为还是比较稳定的 那么这稳定的大的前提 就是国家正在大力地扶持 我们的所谓的直接融资比例 直接融资规模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的话 甚至是未来鼓励并购 然后鼓励注册制的推广 以及鼓励IPO的扩容 这一块可能都是利好券商 所以我们认为 未来券商的话是值得期待的 是值得期待 好 接下来又到了 咱们短线封口的时间 面对节前最后一个 交易日资金的强跑 到底对我们判断 五月份的封口 会带来哪些启发或启示呢 对节后封口感兴趣的投资者 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来领取相关的资料 接下来我们有请黄伟 大家好 我是黄伟 来到今天的短线封口 今天是五一长假 节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首先我要为在现在 收看节目的所有的投资者 点一个赞 还在坚持收看我们的节目 当然我们的节目 也会给大家更多的 观点的分享 我们先来看一下 今天整个指数一根中阳线的背后 我们对于市场的基本观点 首先我们认为 从技术形态上来说 突破了均线的压力 而今天这根阳线 从量能上来说 也出现了明显的放量 这说明了大家有一些抢盘了 因为我们都知道 北向资金是关闭的 所以说我们觉得 这个是反映出市场 对于五月行情是非常的期待 也就是我们之前长期提示的 在接下来整个市场 向上将是极大概率事件 而机会我们认为 主要集中在科技 尤其是电子 最近我们提示 电子的机会提示的比较的多 主要是从资金的层面 和大家做一个分享 那我们接下来具体来看一下 我们从另外一个维度看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认为 这些股票都是市值影响力非常大的 中石油 中石化 中国国航和金户高铁 但是你会发现他们公布出来的一季报 都是大幅下滑的 同比 同比 那这样的一个结果呢 并没有导致股价的下跌 反而股价在最近出现了一个企稳 甚至于还上涨 这说明了一个问题 整个指数在当下的位置 向下已经非常的困难 也就是说市场面临向上突破这样的一个契机 而我们从机会的层面 就像刚才我们提示的 电子为什么在当下 甚至于5月份是我们比较看好的群体呢 这个在之前我们从北上资金的一个维度就已经强调了 电子或将成为5月份最强的风口之一 这当中我们看三个案例 一个 两个 三个 分别是我们在周一 周三 给大家提到的这样的一个逻辑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随后的交易之当中 都出现了大阳线的一个突破 或者是说这个形成了一个向上的这个突破 那我们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契机下 电子或将成为接下来的风口 那具体怎么选呢 主要三个逻辑 低位企稳 景气度高 以及大资金的这个加特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我们觉得选出这样质地的品种 才是我们现在需要做的事情 那我们具体继续往下看 今天我们首先回顾一下 在昨天给出的北向资金结钱 抢筹电子精选品种的特刊 在昨天如果拿到这个特刊呢 相信今天就已经吃糖了 那如果说昨天没有拿到的 我觉得现在刚刚开始 大家可以利用假期充分的时间拿回去好好看一看 我们选出了北向资金的州内大幅加码的四个品种 在这个特刊当中 现在你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领取到这个特刊了 昨天没有领的今天领一下 好 继续往下看 科技板块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分别用芯片5G和软件做了一个对比 我们发现这样的一些在底位出现标志性阳线的品种 在接下来特别是在截后将极有可能形成一个连续的快速上涨 那在这当中我们还是要进行范围的缩小 我们注意到消息层面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员会在4月29号召开会议 会议强调湖北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快复工复产 复市复业促进汽车消费电子信息新材料 生物医药等支柱型产业的一个发展 稳住经济基本盘 要启动一批重大项目 加快传统基础设施的5G人工智能等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大基金二期已经投资已经悄然推进 而且大基金二期将重点支持湖北的集成电路产业发展 在这样的一个逻辑下 我们继续往下看 形成三阳开泰 也就是三根连续阳线 当然这是一个战法 以后我会在我们的公众化的当中和大家持续讲解 那这样的一些特质的品种 我们可以看到都是即将开启这种上行 这种可能性的 我们选出的湖北的这个极优的科技企业 那这些品种今天我们专门整理出了一份 湖北推进科技产业利好的品种特刊 这当中包含四支三阳开泰 即将上工可能性比较大的品种 也希望大家拿回去好好的看一看 那现在呢扫描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领取今天的湖北推进科技产业利好品种的特刊 最后呢祝大家五一节快乐 好的 主持人 好 那刚才呢 黄伟是除了北上节前抢筹的电子板块的机会之外呢 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份关于湖北科技企业的优选的特刊 感兴趣的投资者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 二维码的方式来领取相关的资料 可以过节的时候我在家里看一看 下来操作再来请教余毅 余毅刚才你认为说 科技股今天的集体的移动可能更多 我们现在只能以一个反弹来对待 那券商板块的持续性你个人怎么判断 好的 我们还是看数据吧 从我们看到了这个券商的一季度的一个相关数据来看 实际上已经上市的有相当一部分是副生长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确实有个别的公司 像申万呢 还有像这个华泰啊 这两家啊等等还有几家 它是出现正正常的 就是说券商之间的差异开始形成了 还有我们注意到了是券商之间的并购 那包括中信在去年也是说了这个广州认券 后续可能还会有 那么这种把市场份额集中化 未来它的增长潜力可能也会打开它的这样一个天花板 所以这种分化会逐渐像一些寡头 或者说集中的一些龙头会集中 这才是我们关注后续值得关注的重点 好 其实从整个盘面来看呢 这从操作角度也是延续了就是 予以对盘面的一种一贯的这种逻辑啊 甚至这个逻辑那是不是意味着可能 既然来我们更稳妥的方式还是去寻找一些 相对来说可能业绩更稳定 防御性更强的品种 就包括像今天可能跌幅靠前的 像这种食品饮料啊 消费啊 医药生物 它们下来是不是一个正好是我们带来一个低息的一个时机 好的 实际上我们总是要讲掉一个逻辑 这个逻辑就是水往低速走 那么实际上谈到股市而言它就是估值 那么从目前来看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市场 它的一个估值水平还是趋向于那种确定性比较强 但并不是估值低 实际上我们回头看一看 中国石油和中国石化的估值也低了 对 非常低了 所以说呢 最终它并不是引发的是 大家像难愁大难愁去靠拢 不是的 还是炒作的是预期 如果你未来的预期不好 那我参与的价值也不高 那么从目前来看 那我个人认为 医药板块今天的这种调整 实际上是跟科技板块的这种板块的轮动 它形成了一个翘翘板效益 倒不是因为没有资金在医药和一些白酒板块当中去活跃 那你个人看好业绩最突出的 你看好是什么样的行业 所以我觉得呢 我们如果说水往低速走的话 就让白酒和生物医药这块的估值不低 那我觉得呢 像交通运输这个行业 如果说未来具备一定的直觉行情 它们应该先渡 大家的担忧没有了 那么这个吧